夜奶奶教导失智长辈以及家属们学习制作特殊不常见的四川泡菜 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仔细学习 由基隆市议员王行之负责的左下角工作室 近年来推动房碟换工活动 也就是俗称的老人换工 由工作室协助长辈老人家施作扶手等防止跌倒的工作 再请长辈们引荐有没有什么工 可以来替换回馈 结果就引出包括可以教导老歌演唱 以及做四川泡菜等民间长辈高手 现役服务其他老人家或是民众 我们左下的工作是在社区里面 其实推动这个房碟换工 其实已经有六年的时间 那房碟换工是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 其实就是让它某种程度 其实就是让爱可以在社区里面 不断地循环跟互动下去 所以非常简单 可是做起来不太容易 我们怎么换到树贞姐的工你知道吗 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其实 我们先在暖暖老街 有一户他们老人家需要安装扶手 然后我们就进场去装 装完了之后我们就问老人家说 那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工可以换出来 结果你知道我们换到什么工吗 我们换到他们家有一个工是 专业的歌唱老师 我们就请这个专业的歌唱老师 开了一个班 然后来教大家唱老歌 好不好玩 好玩 很好玩 结果叶树贞就是我们来上 这个唱老歌班的同学 然后我们这个班完了之后 我们再问叶树贞说 那你有没有什么工可以换给我们呢 他就说他会做四川泡菜 然后所以我们就把它换出来了 他其实还会再做别的 我们今天如果做完四川泡菜 大家觉得很好吃 下次我们教他 叫请他教我们做豆瓣鱼好不好 他是高手中的高手 利用房碟换工活动 邀请会制作四川泡菜的叶奶奶 这位长辈专家前来授课 教导大家学做四川泡菜 不但让高手在民间的各项记忆 可以继续传承 也让爱在社区中可以持续循环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